大家好 那么在这几个当中 我给大家讲一下C调音阶练习 那么什么是C调呢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C调什么意思 那么这是和乐理有关的东西 那么这个乐理的话我会在以后咱们再讲 好吧 那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音阶练习 就是从B开始 低音的B开始 那么这个低音什么意思 那么低音就是说在这个 你看一下下面是一个简谱 这个简谱大家都应该认识吧 我们小学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都已经学过这个简谱 那么这个低音B 下面打一个点我们就表示低音 好 那么你看这个多开始 从这个多开始 那么就是什么就是中音了 中音上边下边都不打点 好 那么再看那边 那边 那么上面打个点 那么就是高音 包括最后这一个 最后这个也是高音 最后这一个也是高音 中音低音中音高音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一个 一个叫一个音域 叫音域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行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弹 这个C调的音阶练习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0,1,3,0我们知道是空旋 对吧 那么这个1什么意思 那么1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第一品的意思 品是什么东西 品就是品格的意思 那么一看一下 我们纸板 这就是左手要按的地方的位置 我们用1来标出来了 1代表是第一品格 第一品格 那么这就是一个品格 看一下 我们纸板 这个纸板这个地方 通过品丝 给它分成了几个小块 看到没有 1,2,3,1块,2块 那么就是一个请格 1品,2品,3品,4品,5品,6品 7品,8品,9品,10品,11品,12品 往后面 往后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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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面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一个标记 这里有个小点 有个小点 3品,5品,7品,9品,12品 这样方面大家好认 那么这个1代表意思 就是说第一品的第6弦 你看这个1标在哪个地方的 标在第6弦上面的 对吧 那么这个1就是第一品的第6弦 那么第一品的第6弦 位置是吹了 到了我们 到底该用哪个手指按 那么这个地方 左手按旋指法 这个地方要给大家细讲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要标个号 编个号 把手指编个号 1号 2号 3号 4号 5号 1号 2号 3号 4号 5号 记住 大拇指是第5号 你不要12345这样数 1号 2号 3号 4号 5号 那么十指 1号 我们就谈第一品格 第二号 我们就谈第二品格 第3号 我们就谈第三品格 第4个手指 第4号 我们就谈第4品格 每一个号 我们对应一个品格 大拇指这个地方 大拇指我们就 我们就第5个手指 这里可以暂时不用按 我们就看十指 十指 十指我们谈第1品的第6弦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按旋的时候 我们记得也有要注意 按旋的时候 我们记得不要折指 左手按旋技巧 这里我们讲的是 左手按旋技巧 不能折指 第1个 第2个 要靠近品诗 什么意思 这就是品诗 对吧 我们按旋的时候 要靠近这个品诗 也就是说你不能在品诗 你不能离品诗太远 这样的话 大家应该想想到这样 我们这样按的话 这样力矩太大的话 这样用的力就会太大 那么物理当中 我们学过的 这个东西 好 那么尽量的靠近品诗 靠近品诗一点 那么再弹 对吧 好 那么这是第2个 那么第3个 大拇指和食指要对齐 也就是说我们按旋的时候 大拇指就不像这样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 你也不能这样 大拇指和食指对齐 看到没有 这样才正确的 好 手掌不能贴的情景 手掌这个位置 你不能这样 贴着那个情景 你去按 这样大拇指食对齐的 食指也是靠近 你食指也是靠近品诗的 也没折指 但是你看手掌这个位置 就不对 手掌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这里空出来 把这地方空出来 空出来 看到没有 手掌你不能贴上去 空出来 当然你这个位置 你这个位置 你可以这样把它顶住 但是你这个手掌 就不能贴在上面 你可以这样顶住 你看顶住这也行 看到没有 你不顶住 你这样放空 这样全是空的 看到没有 这下面全是空的 这样也行 手腕 手腕 咱们自然往下面垂 往下面垂直 你肩膀这个地方 肩膀这个地方 你可以这样稍微放松一点 你不要太僵硬 你不要这样感觉很紧张 你这样按的话 就是这样不好 弹的时候 咱们尽量放松 尽量放松 手指这个地方 手指这个地方 你也不要太用力了 你如果掌握技巧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怎么用力 不需要怎么用力的 那么靠近品诗 轻轻的一按就行了 那么这就是一个左手按旋技巧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现在是单音 以后我们按的是和弦 几个手指 几个手指 一起按这种 更麻烦一点 所以说咱们刚开始初学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左手按旋技巧 一定要把它学会 按旋 记住 左手手指不能折指 第一个 第二个靠近品诗 第三个大拇指 食指对齐 第四个手掌不能贴到心急 就这四点就行了 好 那么如果说大家按的时候 可能使不上力 或者是怎么刚开始初学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 你把胸 你把这个地方 胸腔这个位置 你向前这样挤一点 向前这样子靠一点 这样的话会有力一点 会有力一点 会有力一点 你看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这个手指的地方 你向后这样弄一点 然后胸腔往外抵 这样就可以把它稍微要省一点力 这样也行 好吧 但是你按的时候 你按的时候弹的时候 你最好是不要做到太笔直了 我们稍微身体往前圈一点 这样才省力一点 好吧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音 这是一个发 这个发 那么第一个音 me 控弦 右手控弦 六弦 那么就是me 第一的me 发 第一屏的第六弦 对吧 好 你看我十指按的时候 你看第三个手看到没有 第三个手是这样靠近 这样这样看到没有 这样靠近它的 而不是这样 对吧 很多人他弹琴的时候 他把手张得非常开 这样不对 我们在以后的时候 手是尽量的靠近平时 因为我们以后再弹那些 比较速度比较快的那些 solo的时候 这样 如果你这样放的太开的话 你这样改不过来就麻烦了 基础很重要 特别是基础 很重要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发 那么说一看一下 三品 这就是一个三 那么就是三品的意思 三品第六弦 大家可以先去看平 也可以先去看弦 我习惯先看平 然后再看弦 再看弦 这样的话 数字的话对我来敏感一点 三品六弦 或者是六弦三品都行 三品把三品找到 六弦在这里 靠近平时 然后按三品六弦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们左手 要稍微往左边斜一点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我好像符合右手安全技巧 左手安全技巧 但是我的手好像有点不对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好像很畸形的样子 正确的按法 我们这样 看到没有 正确的按法 向左偏一点 向左 左45度 你看 这样是和那个情景垂直了 对吧 你看到没有 这样按是和垂直了 我们向左一点 左一点 看到没有 按弦的时候 指头 指头 而不是指肚 立起来 这个关节 这个关节立起来 这个地方 而不是这个 而不是这整个 是这个小关节 这个地方立起来 看到没有 缩 靠近平时 拉 拉 拉看这里 五弦的 五弦的 第 五弦的空弦 弹一下五弦的空弦 拉 拉过了 中指的第二屏 第三 中指的第二屏 第五弦 那么就是一个 7 然后 多 看到没有 三屏五弦 多 然后 四弦的空弦 Ride 接着就是二屏 四弦 B 这里就是中音 中音 低音已经弹完了 刚刚 那么 接下来就是 F 这是中音的 F 你看这个低音的 F 是一样的 F F 是一样的 好 那么 S S 第三弦的空弦 然后 拉 然后 然后 C Do Ride 接着往后面 M E F S S 好 就完了 S S 在这里 那么这个 一二三三个线是什么 这个叫沿音线 我们以后再讲了 把这个直法记下来 背下来 顺着弹 反着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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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再重新来一次 弹的时候 速度保持一个慢的节奏 慢的节奏 大概这样子 这个速度差不多 看到没有 我们大拇指 大拇指一直在后面 大拇指我们在后面起一个支撑的作用 就这样 你拿上来也可以 你放下去也可以 放下去的话 我们大拇指是这样子 抵住在后面 看到没有 是这样抵住在后面的 你这样拿上来也可以 放下去也行 但是大拇指 你千万不能离开这个 这个情景 大拇指是一定要贴在情景上面的 还要用点力 大拇指还要用点力 这样看到没有 对吧 拿上也可以 好那么就是左手安全技巧 那么我们要练到什么程度呢 那么刚开始慢慢练习 那么我们要达到一个这样的 稍微再快一点 顺着来反着来都行 我们在这里记住 大拇指弹的时候 下面三个手指 右手 大拇指在弹的时候 下面三个手 一定要放在上面 一定要放在上面 这里不是右手空虚练习 右手空虚练习 我们可以悬空弹 但是我们这里弹的是左手 一个指法和右手配合的话 那么大拇指弹的时候 下面三个手最好是放在悬上 你这样弹的话 你这样你看 这样这样的绝对不好看对吧 而且指法好像也不是很对啊 我很少见识有人这样弹 一般来说我们就这样 然后十字弹的时候 十字弹中指 十字 中指开始 然后无名指 用哪个手弹 哪个手去弹 弹完了之后 第一遍的时候 我们就悬空了 大拇指弹 中指 十字 十字 然后中指 无名指 悬空了对吧 然后第二遍 你倒回来 倒回来 so far me right do c la so far me right 慢慢一个一个放上去 一个一个放上去 那么反正记住 无论你怎么弹 大拇指在弹的时候 下面三个手 一定是 一定是放在悬上的 你一定是放在悬上的 好 那么这个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 那么这个右手安全技巧 还有这个 c 调的一个音阶练习 那么这个地方 在弹的时候 最好是去读一下 比如说 do right mi fa so la si do 跟着这样唱一下 do right 这是高音的 go right mi fa so so far me right do c la so far me right do c la so far me mi fa so la si do right mi fa so la si do right mi fa so la si do right do c la so far me do c la so far me do c la so far me 好 当然不是要这么快 不是要这么快 那么同样的 打牌子 打牌子 左脚 左脚 抬起来 左脚抬起来 弹咪的时候 下踩 b 发的时候抬起来 so踩下去 啦 老脚抬起来 我还能跳得比 好 说这个我们是向下踩的 说是向下踩的 然后我们再来一次 这样再来 咪 法 ソ ラ シ ド ライ 咪 法 ソ ラ シ ド ライ 咪 法 ソ ソ 法 咪 ライ ド シ ラ ソ 法 咪 ライ ド シ ラ ソ 法 咪 当然如果要倒过来的话 如果要倒过来的话记住 一定是脚抬起来 弹ソ 了时候往下面踩 ソ 然后发抬起来 让咪 踩下去 ライ ド シ ラ ソ 法 咪 ライ ド シ ラ ソ 法 咪 最后一个咪 我们这里先下踩的 这里和533 23 13 23不一样 这也没有 没有那个 就是它不是一个曲子 它就是一个练习而已 我们为了彩排子 下唱下唱彩排子 这个无所谓 这个最后一下 到底是向不向上 这个无所谓的 好吧 那么这个右手 左手的一个按旋技巧 按旋技巧 大家一定要把它背熟 顺着弹可以反着弹 也行 顺着弹反着弹都可以 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给大家补充一点 补充一点 那么就是我们按旋的时候 你看一下 我们在弹B发的时候 你看一下 我们弹梳的时候 看到没有 我们弹梳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放开的 左手这个地方 食指是放开的 是放开的 而且食指跟中指 这样是靠拢无名指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 这样是不对的 你看这个指法很难看的 这样子看到没有 小拇指靠在无名指上面 中指 持指都可以靠过来 都可以靠过来 但是你不要 你不要故意靠过来 你这样轻轻的 我们很自然的 这样子看到没有 弹发缩 看到没有很自然的 拉西多 对吧 很自然的 但你非要这样 你非要 你非要这样的话 这样 最好是不要这样 这样不好 左手一般是很放松的 你不要太用力 你其他手没弹的时候 就很放松的 而不是你这样没弹的时候 你这样紧紧靠到无名指 或者紧紧靠到食指 这样没大的意义 没多大意义 好了 就是说 在弹那个食指弹完了之后 无名指这个地方 那食指一定要放开 拉西 西弹完了之后 然后弹多的时候 我们中指也要放开 对吧 rhy mi mi弹完之后 mi弹了之后 发 发的时候 这个要放开 比如说我们弹一个按一个 弹一个按一个 你不要 你不要两个都一起按在上面 这样是不对的 那么还有 还有一个 西多 拉西多 发缩 拉西多 我还有一个延音 还有一个延音 延音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在弹的时候 要让这个音延长 按着不动就行了 如果你一放 音就没有了 弹你不要弹成这样 你不要弹成 你不要弹成这样 这样的话不好听 而且也是错的 我一定要把这个音稍微延长一点 看见没有 对吧 千万不要弹成 对吧 不要这样 那么这是一个错误的弹法 还有右手这个地方 我再补充一下 右手这个地方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弹完了 弹完了 弹完了 很对 弹完了之后 收 你看弹收的时候 你把大拇指放上去了 这样不对 大拇指弹完了之后 就不能放在上面的 然后 拉 拉西 你看 弹西的时候 你看大拇指食指 我们这地方不能放在上面 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你弹西的时候 只能这样弹 大拇指食指 就放开 看到没有 弹过的手指是不能放在悬上的 你不要这样 然后 无名指 咪咪 看一下 很多人都这样弹 弹冰的时候 他那个食指中指大拇指 全都放在上面 然后 无名指在这里弹 这样错的 我们应该是悬空 悬空弹 好 那么我们就补充到这里